这个是R202热成像万用表 这个是弗鲁克的热像仪 它们两个价格相差了三倍 那它的性能距离弗鲁克到底相差多远 还有和它的上一代对比有哪些变化 仲仪的热成像万用表 第一代和第二代在包装上面有了一些变化 二代的包装外面有一个显著的标志 这里有明确的标注 R201是32x32的物理分辨率 R202是96x96的物理分辨率 第一代和第二代同样都有一份说明书 有一份宣传页 还有一份合格证和保修卡 然后一根A口转C口的线 一对表笔 同样的都有一个收纳带 左边这个是R201 右边这个是R202 它们的外观有了一些变化 按键的颜色变了 然后机身的配色变了 二代的红外感应器这里 多了一个保护壳 是可以拆下来的 一代的这里有一个可见光的摄像头 在二代取消了 但是它们同样都有一个LED的手电筒 一代的红外摄像头比较凹陷 二代的红外摄像头比较突出 所以加了这个保护壳 可以很好的保护红外摄像头 我发现二代的开机速度 比一代明显慢了很多 想必这次一定是做了重大的改进和升级 而且软件上也加载了更多的资源 ZT-R202新机拿到以后 它的系统版本号是V003 我们给它刷新一下固件 现在最新的系统版本号是V007 两个型号的热成像显示界面内容差不多 都有发热率 温度单位 中心温度 最大温度和最小温度 R202多了一个高低的显示 而且还多了一个温度曲线的显示 在R201上面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R202在清晰度还有刷新率上面是有巨大的提高的 已经达到了足够流畅的程度 而且它的最近对焦距离也改善了很多 看我的这个指缝 大概5厘米的对焦距离 依然很清晰 而且延迟很小 看R201 延迟挺大 而且糊成了一片 再看R202 非常的流畅 我的这把电烙铁 它的烙铁头是C210的 烙铁头的长度是2.5毫米 宽度是1.5毫米 给它通电 加热一下 大概距离2到3厘米 就可以看清它的轮廓 说明它有足够短的对焦距离 侧面也能看得很清楚 我还有一个重移最近推出的镊子垫桥 铝合金的外壳 重点是它的频率最高可以到100千赫兹 把它拿出来 主要是想用一下它的这个电阻基准板 这些贴片电阻 它的封装是0603 设定一个横流150毫安的电源 我们人为制造一个电路板短路发热的故障 距离大概2到3厘米 来观察发热点 这个发热点的封装是0603 尺寸是1.6毫米乘以0.8毫米 用R202可以很清晰的看清发热点的位置 看这个是R201看到的效果 很难准确判断它的位置 可见这次R202的提升是巨大的 这是热箱仪界面在说明书上的描述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这个 曲线图 万用表界面 说明书上的描述几乎都是一样的 最主要的区别是他们这个屏幕上的 暗红色背景在R202上面取消了 你看就是这个暗红色背景 其实我个人觉得有没有都可以 这看个人的喜好 中间的这块按钮区 两代产品有一些微小的变化 我们结合说明书来看 电源键没有什么变化 后的按键 同样的两个表都是支持相对测量的模式 看两个表都有REL的标识 这个IR按键有一些变化 在01上面是调整双光融合的程度 在02上面是调亮度对比度 这个调色板的按键两个没有变化 但是界面上我看到有一个变化 R201更改调色板是没有提示的 R202更改调色板这里有提示 看每一个都有文字提示 这样就不用去盲猜 然后返回键是相同的 拆单键也是相同的 而且他们两个都带有手电筒 可以长按拆单键 开启后面的手电筒 两个手电筒的亮度和颜色都是差不多的 然后是这个Save按键 两个表都是一样的 长按这个Save按键 在万用表和热像仪都可以截图保存 Save按键还可以开启图表模式 两个表的UI有一点变化 但是功能是一样的 现在R201和R202的电量已经被我放空了 而且已经自动关机了 R201从A口充电是5V0.8A 4.2W的功率 从C口充电走的是PT协议 也是5V0.8A 4.2W的功率 R202从A口充电走的是5V0.7A 3.4W的功率 从C口充电走的是PT协议 也是5V0.7A key菜变化一点 同时可以显示两集菜单的内容 对于发射率的设置 R201只能够直接调整数值 但是对于R202可以直接选定预设 border 我个人觉得R202的菜单操作会更直接更有效率 R201可以浏览截图保存的图片 R202也可以浏览截图保存的图片 R201的磁盘空间大小是15.7兆 截屏的图片格式是BMP 每一张图片的大小只有151KB 图像的分辨率是320×240 R202的磁盘空间大小也是15.7兆 图片的格式也是BMP文件 大小也是151KB 图片的分辨率也是320×240 所以两台设备的图像保存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作为万用表 它们两个的输入接口功能都是一样的 而且整机的技术指标两个机器都是一样的 两个型号万用表的精度都是25000技术 这一页是热成像的技术指标 调色板从4种增加到了8种 成像模式从双光融合改成了纯红外光 测温范围增加了一个档位选择 一个是低温档和高温档 帧率从7帧变成了25帧 物理分辨率从32×32变成了96×96 R202用的传感器类型是氧化繁微测辐射热剂 两个型号同样都给用户提供了一个常见物体的发射率对照表 我们用弗洛克的表作为参考 对比一下R201和R202它们的万用表精度 现在它们是串联关系 我们先看一下电流的精度 弗洛克是4000技术 R201和R202是25000技术 现在这个电流是负的0.8V安 是这个电源能够提供的最小电流 R201和R202识别不了这么小的电流 现在是1.33毫安 R201和R202数值是接近的 现在是3.36毫安也是接近的 5.56毫安两个表也是接近的 后面的测试我就往上加 大家可以自己暂停观看 250毫安 现在需要切换电流档位 300毫安 三个表都很接近 500毫安 500毫安 1安培 2安培 5安培 8安培 10安培 这个电源调不了整数 但是三个表数值也很接近 我现在换了一个电路 把三个表的电压并连在了一起 现在是负的30.1毫浮 现在是正的3.7毫浮 14.6毫浮 103.9毫浮 500毫浮 1浮 3浮 5浮 10浮 15浮 20浮 25浮 30浮 电阻的测量实际上就是电压和电流的组合 这是100欧的电阻 四线测量的结果是98.81 弗鲁克的测量结果是98.9 R201的测量结果是98.72 R202的测量结果是98.76 这个是1000欧的电阻 四线测量的结果是105.9欧 R202的测量结果是105.7 R201的测量结果是105.9 弗鲁克的测量结果是105 这个是10千欧的电阻 四线测量的结果是9.846千欧 弗鲁克的测量结果是105.9 9.85千欧 R201的测量结果是9.838千欧 R202的测量结果是9.839千欧 所以R202和R201的万用表精度是相同的 而且它们两个的总体精度跟弗鲁克是相近的 这个精度指标对于普通的维修和检查来说是完全够用了 再加上它有热箱仪 对于这个价位来说就比较有性价比了 对了我们顺便看一下它配的这个表笔性能怎么样 表笔的前端有高压保护罩 黑表笔的电阻是0.039欧 红表笔的电阻是0.036欧 设置一个10安的电流输出 启动电流10安 表笔的压降是266毫伏 换成黑表笔 启动10安输出 黑表笔的压降是334毫伏 总体来说是一对常规的合格表笔 能够承受10安的电流 虽然压降不算特别小 但是常规使用是足够了 这是弗鲁克的便携热像仪 它的测量精度是正负2%或者正负2度 R202热像仪的测量精度是正负2度或者正负2% 弗鲁克的热像仪仪价格是它的接近三倍 我们先不管被测误的实际发射率 R202的发射率设置成1 弗鲁克的发射率也设置成1 我这里现在气温20度 弗鲁克的环境温度设置成20度 R202没有环境温度的设置 它应该是靠内部传感器来校正 两个热像仪的测量距离都设定成0.3米 发热源我们还是人为制造一个短路发热 测量目标在5厘米的位置 距离尺子的顶端刚好差不多30厘米 把R202放在尺子的顶端去测量下面的温度 测到的发热点最大温度是49.5度 弗鲁克的热像仪也放在同样的距离来测量 测到发热点的最大温度是49.4度 R202的测量结果跟弗鲁克的测量结果非常接近 虽然屏幕显示上面R202没有弗鲁克那么有优势 但是我把测量距离拉近到5-6厘米以后 看R202在这个距离的清晰度是比弗鲁克要高的 也就是说你拿它去检查电路板就不用去单独配一个微距镜头 而且你看它们两个在相同的测量距离 视长角是差不多大的 不过R202确实也无法取代弗鲁克的这支热像仪 因为它有着更优异的参数和性能 不过价格会更贵一些 R202包含了一个万用表 在工具的鞋带上面会比较有便携性 所以最终的选择大家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去决定 R201和R202的电池用的是一样的 它们的电池是一颗单解锂电芯 容量是2000毫安时 红外模组同样也是通过排线连接到里面 不小心把插座给扯下来了 这是R201的双光红外模组 这是R202的红外模组 还有一个转接板 这里有一个芯片 看样子是做了信号预处理的 红外模组也多了一个屏蔽罩 左边是R201 右边是R202 它们两个的主要芯片都是差不多的 R202这里多了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我猜可能以后会添加蓝牙无线模块 总体的布局两个型号都是差不多的 两个型号的正面都是差不多的 屏幕里面的芯片也是一样的 正面的PCB布局也是一模一样的 好了,这就是重移ZTR202热成像万用表的全部拆解和测试 我是机电匠,我们下期见